各位网友大家好 谈起过去几年房价大幅下跌的地方 很多人会想起燕郊 对于像2017年那一批在燕郊这边买房的人来说呢 很多人一方面还着非常高昂的房贷 另外一方面房价上也亏了非常的多 而且短期之内看不到房价大幅上涨的一个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肯定会说 既然拿着那么艰苦还房贷那么累 把房子卖掉得了 但是现如今燕郊这边房子所面临的问题 并不是业主舍不舍得割肉 而是舍得往外割肉 房子很难卖得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因为房子没有人买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 在别的地方只听说过因为缺钱买不起房子 但是在燕郊这边呢 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由于缺钱卖不掉自己的房子 大家设想一下 在2017年时候在燕郊这边买了一套房 当时房价处于历史性的一个高位 一套房子价值400万 买家的首付款付了30% 也就是120万 贷款了280万 在这种情况下 接下来几年房价下跌了 按照燕郊这边大多数小区的一个降幅 400万的房子降到了190万 但是呢 仔细看一下 房子已经是自不抵债 市场价值190万 但是这套房子还欠银行270万左右 毕竟过去几年 还的大头还是房贷的利息 假如说真的有买家想以190万买你的房子 这190万也不可能让你拿来直接结清银行这个房贷 现如今呢 为了保证买卖双方的权益 有一个名词叫监管账户 买家必须在过户前把所有的买房款存到监管账户里边 等到过户完成之后 银行再把钱划拨给卖房者 但是呢 这也就意味着 卖房子的这个人必须自筹自己 把这个银行欠的房贷截清 把房子解压 然后才能过户 但是为什么他要卖房子呢 主要原因就是还不起房贷了 现如今还房贷压力非常的大 他怎么可能有200多万去把银行的房贷截清呢 在这个时候 往往要找别人借钱 先借270万左右 把这个房贷截清了 当然了 大多数人肯定是借不到270万的 现实情况往往是 卖家迫不得已去用相关公司的钱 这些钱都是按天计息的 稍微耽搁个个20多天 30多天 肯定都是一笔很大的经济开支 卖家卖房子 本来都已经亏了200多万 还要承担这样的经济开支 谁的内心能够承受呢 而且就算房子交易完了 卖掉了房子 得到了买房款 买房款190万 给银行还了270万 这也就意味着有80万的差价 必须得自掏腰包 这要是有这80万 谁又会买掉自己的房子呢 因此呢 现如今 燕郊这边很多房子面临的问题 并不是 业主愿不愿意割肉自己的房子 而是就算愿意割肉了自己的房子 自己也卖不起 综合来说呢 像北三线这些地方 现如今生活方便 确实很适合自助 但是投资的话 更新就不建议了 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 拜拜 拜拜